那你浇水如果浇的方法不对的话 这个树就养不好 甚至于到最后它就腰折了 大家好,我是国礼庆 我现在来讲浇水 像这个它放在盆子已经很久了 所以它土已经流失很多了 这个土为什么会流失呢 因为土里面会有蚯蚓 然后在里面洞 然后土就会从这个洞漏掉 所以土就变少了 然后它很干,拿起来就很轻 那你很多人说浇水 你看到它水漏出来就是浇满了 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 不一定 这个水一浇,它马上会漏出来 很快就会漏出来 因为它太干了,漏得很快 你看,它马上漏出来 它没有吸进去呢 没有,它没有吸进去 它没有吸进去 你挖看看你就知道 哇,这个都是根 里面都是白白的 这里看似有吸到了 但是可能再往底下一点 这个很硬,挖不下去 没有吸进去 水没有那么快流出来 因为它这个很轻 也就是这一颗更轻了 这个水浇下去它就会漏出来 很快就会漏出来 等一下 那你如果这样说 哦,你这样已经浇够了 每天它就会少一点点 每天少一点 到最后可能会 水分不够 它就活不了了 那这个里面都没有吃进去 这个水还没有真的出进去 这个还干干的 因为这个土干到一个程度 它里面的空隙就变会很大 里面的空隙就会很大 然后水一浇下去 它随着空隙它就流掉了 所以像如果很干的时候 你要用泡的 泡个一个钟头以后 起来才真正的湿透了 这样以后你浇水 它才会吸得进去 要不然太干了 它就吸不进去 如果是太干了 像那样子浇水的话 反而会让树死掉 对,因为你浇它没有 水没有吸进去嘛 所以要把这个盆放在 要不然你就是 重复一直浇一直浇 这样比较浪费水 十分钟以后你再来浇一次 十分钟以后再来浇 浇个三次四次以后 它才真的吸进去 所以你要随时要注意 尤其中的盆子随时你要注意 有一个方法 我很多东西都有擦 擦一根竹子 你可以擦一根筷子 那到底干到什么程度 湿到什么程度 你筷子拿起来摸看看 筷子湿的就是有水分的 筷子干了当然就是没有水 所以很多盆子 我都有擦一个筷子 或者随便一个木棒 竹棒都可以 像这种东西它很干 那你浇水如果浇的方法不对的话 往往会 这个树就养不好 甚至于到最后它就摇折了 那你土如果干 干到一个程度 它土越干 它那个空隙就会越大 那有湿度了 它就会膨胀 所以有些水浇很多 你说我每天都有浇水 为什么它会死掉 因为水太多了 它土膨胀 膨胀里面就是空隙 很小 甚至于都没有空隙了 那根吸不到氧气 缺氧 所以会烂掉 根并不是水太多才烂掉 是因为水太多 没有空气才烂 主要是没有空气才烂掉 不是水太多才烂掉 植物是可以种在水里面的 像水耕蔬菜 它都是泡在水里面 但是它那个水是流通的 流通的时候就会产生氧气 它耕有去做氧气 所以可以活下来 活得很好 水分又够 相反的你水不够的话 它就会有干 干就土就有空隙很大 你水一浇 它马上就漏出来 那往往有人说 你浇水就看它 水漏出来就是浇够了 答案不一定正确 你如果不到一个程度的湿度 它水是吸不进去的 所以太干的时候 水一浇下去 它就漏掉了 那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浇下去 马上看它漏出来了以后 你就停着 十分钟以后 你再来浇 它还是会漏出来 再过十分钟 十五分钟 再来浇一次 连续浇个三次四次 这样可能它就完全吸收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用泡的 哪一个大盆子把它泡在里面 你泡个一个钟头以后 它就完全吸收进去了 这样以后你来浇的话 浇的水进去 它就会吸收 这就是在盆子的一个很重要的 浇水的一种方法 大家稍微要留意一下 所以就会种得比较好一点 OK 谢谢 谢谢 字幕by索兰娅